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洲荔枝有名的 贵美 贵美做了功课,在高洲也有分 一定要来到木港洞 才叫做发源地 味道更正,更正宗 系里面库 几 то вес 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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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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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热点续煮一点一点的红色 哇,好漂亮 梨芝的开花和天气很有关键 今年的天气很好 过年一定要冷 冷就是泥泥 如果没有冷的话,现在很冷 继续失散两年了 未到今年的品质都比较好 因为两年不打果了 树干很粗 老树不需要太多 如何解释 看这些粗身,青苔 这种状态都不是年轻 跟我一样,有了一年多 大过你 大过我 40年了 我已经四张了 老树因为树林够长 结析的果,肉质是很结实的 而这个芳香度是比较足 我们整个高洲的贵味的产品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发源地 这里的话,这些果树组 相当是第一批果树 它的品种是很纯的 各位,我不客气了 真是新鲜了 真是树上结树的 先展示一下 鼻子这么大粒的 泥脂树 说回来,不是粒粒 都是这么小的 8-80的基率是小的 因为这些和受粉 各种的时宜 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大树 但无论大树好,小树好 果肉也很开心 咬下去之后是紧实 到有点像基围虾那种 咬下去的时候 偏偏的汁水就会湧出来 贵尾贵尾,无他 是因为它真的有贵花的那种 淡淡,幽幽,但是持久 会有的香味 它就清甜爽口 甜而不利 以前人家说的 有点没拖沙的 你也知道 没拖沙是什么意思? 没拖沙是什么意思? 没拖沙是什么意思 放入纸巾,没有湿 纸巾不会湿 但是它有很多汁 是的 它在下面拖沙都拖沙都拖沙 它们拿着梨子 拿着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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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梨子给它们 爽口甜脆 让它们好吃很多 真是什么 另外有一串 在我们来的时候 买的不是梨子 这种梨子 这种梨子 是梨子 会多一些稠的味道 请给我一些水 不太舒服 如果从外观来看 差别不太大 但味道和口感 就差别很大 我觉得有差别 木槟荡这边的梨子 是最神种的 就是整个高洲的桂尾 都是从这里引发出梨子 梨子之后 就变成了几个分枝 一个就是枝叠 第二就是把牙 去其他区域 架叠之后 那样架叠 它就会出了两种不同的品种 是 因为它的母树 不是很纯正 所以它的口感 品质都会有少少变异 这个梨子的口感 我们要试过 试过之后 觉得 达到我们的标准了 我们先通一窄 一窄那些都会在凌晨开始窄 要尽量锁住水分 这个时候太阳太大了 就不会再窄了 因为水分流失了 就会影响了它的口感 荔枝摘完之后 就会立即拖到这边 接着看到了 是顺风来的 用快递 散开出去 用冷链快递散开出去 刚才阿智哥和我溝通了 省内的说话 如无意外 24小时之内 就可以了 但在这个计快 要说清楚 你不要跟我拗叫 下午2点钟 会有一班车 在这里 向外发的 这样算24小时 我们打包的时候 一个泡沫箱 下面就放一个冰袋 再加上一个 纳米保鲜袋 这个荔枝就放入汽 其实这些荔枝都很惯爽的 阿富兽都基本上是保持燃料的 这些荔枝都很惯爽的 贵味 例如时令的东西 一年可能就吃这一次 这么大把 有兴趣 真的想尝试的朋友的说话 不妨快快脆脆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菜单 买买买买 就可以尝试到 这一只 这么滋味 这么有闻味的 高洲 贵味 记得来宇大秋 谢谢全世界的人 谢谢大家